品種介紹終於有續集囉 這次帶來最常見的金恐龍 影片所拍攝的都是野生金恐龍 市面上也有很多人工金恐龍可以選擇 簡單分辨一下野生與人工的差別 人工的頭比較圓短,層體比較小,大概會到20多公分 市面上常常看到一些特殊的個體 像是大帆、白子等等大多都是人工選育出來的 那野生的特徵是頭型比較修長、發色濃郁、層體比較大 圖卡納就曾經捕捉到50公分以上的金恐龍 來一個人工與野生的比對圖 在飛王類簡單品種介紹影片裡面曾經說到 飛王類很多是生活在潛灘石頭區來進行補食 所以在陽光照射下,它們的體表會噴出許多綠點 我們在魚缸中也可以模擬類似的情境讓它們發射 燈罩與底沙的搭配下 也可以讓金恐龍成為真正的金恐龍 可以讓金恐龍出 evil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